在中世纪西班牙某个阴森的夜晚 手持火把的疯狂信徒们 正在把一个五花大宝的男人驱赶到市中心的兽形台 因为这个人居然说地球绕着太阳转 这在当时绝对是大逆不道理 他被西班牙宗教审判所判处急刑 并在巨大痛苦当中死去 大家好 我是大象 中世纪的处刑方式可谓是各种各样 而且让人不敢直视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古时候 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令人闻风丧胆 而且恐怖至极的刑法 在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酷刑工具 其中绝对少不了一种叫做尤大摇篮的刑法 尤大摇篮整体是木质的 形状就像是一把椅子 座椅中间是处刑最关键的位置 被削成了金字塔的形状 而被处罚的人会被放置在金字塔的尖端上 而这个金字塔尖对准的就是兽行人最敏感的部位 兽行人的手和脚都被紧紧的绑住 不能动弹一丝一毫 而行刑的人会将金字塔的摇篮向上戳 有时候兽行人的脚会被绑上重物 依靠重力缓缓地坐上尤大摇篮 俗话说十人九智 如果你觉得痔疮带来的这个痛苦 那已经是很难受了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跟尤大摇篮对比而言 这个痔疮可能就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而已 更恐怖的是 这个金字塔可不是只有笔尖那么大 最小的有大摇篮至少是拳头这么大 只是想一想 都是菊花一锦 在中世纪还有一种让人头疼的刑罚 就是头骨粉碎机 听听这名字 我是说它真的会让人头疼得很 头骨粉碎机的整体是金属制造的 最主要的部件是一个长得像帽子的钢盔 受刑人的下巴固定在下面的金属架上 而头顶则会被钢盔卡住 钢盔下面有一个钢条 是用来调节头盔相对的位置的 旋转钢条 钢盔就会往下挤压整个头部 当压力足够大的时候 因为下巴比较松动 最先会受到挤压 最终牙齿就会被挤掉 再往下就没法形容了 总之被受刑人 它在巨大的压力挤压的情况下 就会失去知觉 当神经完全受到损伤的时候 才能结束 如果你觉得犹大的摇篮和头骨粉碎机 已经是中世纪人极具的刑罚 那你就错了 因为烤铜牛要比上面两个加起来 还更加的残忍 烤铜牛这个刑罚的道具 是一尊纯铜打造的真实比例的牛 它的肚子里面是空的 铜牛的肚子底下装有一扇门 被惩罚的人会通过这个门塞进铜牛肚子里 行刑的人会在铜牛的肚子底下点燃火堆 被火堆烤的铜牛当然会变得滚烫 而里面兽型的人只能被折磨至死 另外这个铜牛的设计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怕 里面有各种的管道 兽型的人在里面大声喊叫 所发出的声音 让人听起来就像是一只愤怒的公牛在咆哮一样 如果跟中国古代的林池相比较而言 上面这些酷刑还都属于初级阶段 可以说林池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死刑之一了 试想一下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被牢牢的绑在木桩上 刽子手拿着一把尖刀将兽型人身上的肉一刀一刀这么切下来 刽子手要严格的把握节奏 速度如果太快 这样兽型人就死得过早 行刑就算是失败了 这技术过硬的刽子手可以做到刮三千刀而不致命 所以兽型人往往要忍受好几个时辰的折磨 最终失血过多而死亡 我就这么说说浑身都觉得不对劲 这个刑罚实在是太过残忍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有人提出应该废除林池 但是这个刑罚在中国还是一直到晚清才结束 在中国有千刀万剐这个说法来表示内心的愤恨 想要用通过这种林池的方式来治对方于死地 才能解心头之恨 可见这个仇恨得有多深呢 最后要说的是名叫Sherry的酷刑 因为没能找到相应的中文翻译 我在这里就叫做它假发酷刑 在古代蒙古 一些部落通过这种酷刑将战俘变成温顺奴隶 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战俘被抓到之后头发会被全部的剃光 头顶非常的光滑 然后头上会被戴上一块新鲜的骆驼皮 裹成像是帽子或者是假发的样子 虽然听起来不是很舒心 但是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但是呢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这些战俘随后会被绑在一个特殊的架子上 不能痛他 当然也就拿不掉强行戴上去的假发 这些战俘就这么被丢在高温炙烤的沙漠中间 一连就是好几天 而他们头顶上的这块骆驼皮慢慢的会失去水分缩小 牢牢的裹出头皮 新鲜的骆驼皮失去水分后可能会变得很小 所以这些战俘就像是被带着紧箍咒一样 有些人即便能活过沙漠的炙烤 但最终也可能被这块骆驼皮给活活的勒死 侥幸活下来的人绝大部分会因为脑袋被强行挤压 导致记忆丧失也就没有办法逃跑回家了 最终变成了温顺奴隶 这些人的头发最终还是会长出来 但是因为骆驼皮已经不可能从头皮上分离 所以头发会穿透骆驼皮 形成只有战俘和奴隶才有的独特发型 这些酷刑都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悲剧 同时又是无法抹去的黑暗记忆 这些酷刑都是对人类精神和肉体的残酷的失望 因此在当代文明的世界 绝大多数的国家早已对这些方式所摒弃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 让大家对人类过去野蛮的历史有所思考 好了 我是大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